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学会副理事长的林炳文老师 数十年来因为经常往返中国大陆进行书画艺文交流 收藏了许多文房四宝 还特别买了一间透天措 专门陈列各式各样的宴台 并且取名为千宴斋 林炳文老师如数家珍 每一个宴台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典故 因为这些每一个宴台都有感情 他就陪伴你几十年 你去大陆大江南北那边去旅游 然后看到了就拿回来 好像在收集邮票一样 就一个一个一个收集 其实我这收藏也不是说一天 我大概从28岁就开始收藏 那因为28岁之后 我渐渐经济有一点稳定之后 我会拿一些部分的钱出来 买自己的收藏品 那有的人喜欢收藏茶壶 有的人喜欢收藏这个水晶 但是我不是我是喜欢收藏雁台 林炳文老师说会喜欢收藏雁台 是因为雁台是文房四宝中寿命最长久的用具 而且雁台的造型和材质都有独特的地方 所以只要看到喜欢的雁台 就会想尽办法买来收藏 那文房四宝当中他的寿命就是 雁台最久 笔可以写凸掉 纸可以写完 墨可以磨光 但是雁他就是一辈子的 所以有一句话 就是以雁为田子孙永根 苏东坡讲说雁田无二岁 那我认为为什么以雁为田子孙永根 他可以断断续续可以心火相传 因为他本身 雁本身他就是 如果说我们用人来讲的话 他就是比较木讷 刚义木讷 他就是不争什么 他就一个一块石头 他就在你的岸头上 在你的书房 他可能就占一席之地 但是他每天必须要跟你互动 你要磨嘛 你要磨磨要写字 他天天 你天天都要这样磨 所以有空的话磨磨 没空什么磨心 李炳文老师表示 前沿灾目前是书画爱好者的聚会交流场所 未来将会持续推广书画艺术 让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 我来到这次的遹用不存在 也不想说 我们会变成一个 来到这次的遍